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基础知识有了一个系统的认知和学习。 在此基础上,我们学习了财务报表比率分析和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两种最为常用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 这些财务报表的科目数据的真实性以及财务分析方法都要依赖于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那么,这个可靠性就是本节着重需要去学习和判断的。 第一节,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首先分三个部分,财务报告的重要性,它的作用,以及在整个财务系统中的重要性。 第二个呢,就是财务报告基于什么样的会计方法去编制。 第三个,就是财务报告的审计,就是从第三方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个财务报告是否客观真实。 第一个,财务报告的重要性,许多利益方依赖于反映公司重要信息的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有很多,包括决定向企业贷款的银行家,你去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一定会要你的财务报告,它着重去关注的是哪些点。 第二个,是决定是否购买持有和出售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的投资者。 这个所涵盖的就是现有的股东和潜在的股东。 另外一个,就是评估公司价值的私人企业。 这些企业,包含公司的交易方、客户、贡务商都会去关注本公司的财务报告。 财务报表的使用者通常对财务报表的四个方面比较感兴趣。 第一个,就是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或者亏损的情况。 像一个公司的股东,他在公司出完年报之后,首先关注的就是过去这一年公司的业绩情况。 第二个,就是公司的财务状况是由资产和负债组成的。 特别是该公司的偿债能力前景,偿债能力是指企业是否能按时支付其债务和避开财务问题的能力。 这个就是财务的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内容。 这是公司的债权人最为关注的一个点。 公司的股东当然也会关注公司的持续经营,所应该保持的一种资产负债率。 第三个,是公司资本结构。 是指公司发行某种或者多种的股票,公司任何债务是否可以转化为股本, 转化成给经理的股票期权数量,以及转化成任何其他的间接或直接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要求权。 就是公司现有的所有权结构所能给不同的股东、经理等等相关人所带来的一个未来的预期。 第四个,是公司期间盈利活动产生的现金,公司现金流是否充足? 从此期间,利润中分配给股东的现金,以及在此期间现金流的其他来源和运用。 主要是考虑现金流在公司分配的过程中是否合理,是否能够给公司带来持续的、稳定的、健康的一个经营营运状况。 上面这四个部分是大多数投资者和债权人在财务报表和付诸中寻找的信息。 核心信息,我们都知道上市公司必须在每个季度和每年末向A股去公告自己的财务报表以及付诸。 这就是公开发行它所需要向社会公开的基本信息。 那我们作为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及利益相关者都会从它公开的这个财务报表和付诸中去获取想要知道的信息。 刚才所提到的股票期权,这个概念呢,在这里要带领大家回顾一下。 公司给予其经营者在一定的期限内按照某个既定的价格购买一定公司股票的权利。 公司给予经营者既不是现金报酬,又不是股票本身,而是一种权利。 经营者可以以某种优惠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 像公司的高管,可能公司给予他的不只是一个固定的年薪,还包括这种股票期权。 为了激励他更好的去经营管理公司,让公司发展得更好。 管理层股票期权,它会产生三个基本会计和财务报告的问题。 那第一个呢,就是应该对管理层股票期权的相关季节进行披露, 以便公司股东及财务报告的其他使用者充分了解股票期权。 这个可能是一种潜在事项。 第二个,在管理层拥有股票期权的情况下,可发行的潜在股票的数量, 应该包含在计算稀释的美股收益当中。 这个在会计有一个章节专门是美股收益里面会去讲解怎样计算稀释美股收益。 第三个,是虽然行权价格等于或高于该股票的市场价格, 但是在授予管理层股票期权时,公司是不应该记录为费用的。 这个是股票期权它在会计上的一种处理。 股票期权在商业和金融界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不仅仅是会计问题, 不少管理者为了使他们手中的股票期权更有价值, 制作会计、假账以及夸大公司的利润。 这个就对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产生了非常大的挑战。 许多公司不惜经营者不惜铤而走险, 虚报财务报表。 所以就显示出来了我们审计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审计的重要性和审计所采用的统一的国家规定的会计准则的重要性。 先来学习会计方法的重要性。 会计合算方法通常用于记录企业活动并编制财务报表。 它应该遵守权威的会计准则, 像我们中国所有专门发布的国内会计准则。 美股上市的公司它会有US GAAP这个准则。 阅读财务报告的股东和债权人有权要求企业财务报告, 遵照已有的会计准则, 并且严格不能违反准则。 应该去看一下财经网站上不同的公司, 它所公开的财务报告中, 前面很大一部分篇幅就是介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核算方法, 坏账记题的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等。 这个都会是遵照国内的会计准则, 然后实行不同的细节方法。 财务报表表面上看起来有准确性和总结性, 但是在看财务报表时要持有正常的怀疑的态度, 作为审计师它会有职业的怀疑态度, 那作为其他的观看财务报表的人士, 也会有一种正常应该有的怀疑的态度, 去看它整个报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来发现它是否准确。 首先, 你要了解到企业利润业绩与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都取决于企业选取的具体的会计方法。 你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和算方法, 它所反映出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最为明显的就是国内会计准则它所采用的是全则发生制,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全则发生制, 那么不同的你去采用收复实践制, 它所产生的数据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呢, 管理人员可能会采取措施, 改变当年的费用总额和销售收入, 其目的是为了利润接近他们设定的利润目标。 这个在审计的时候就会非常明显。 看到一个企业首先职业怀疑它只有虚增收入, 掩盖成本增加利润的这个嫌疑, 然后去着重的把销售收入和费用作为重点科目来进行审计, 找到相应的审计证据。 最后呢, 财务报表总可能存在欺骗性和严重的误导性, 不是说这个财务报表经过了某某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 它就一定是非常非常可靠的, 不是这样的。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安然这个事件, 导致了一个当时非常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 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选择会计方法, 一般有两种会计方法, 第一种呢是保守的会计方法, 另外一种是积极或者激进的会计方法。 在积极和保守的会计方法之间的选择, 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或者坏的会计方法选择的问题, 无论是哪一种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良好的会计方法, 要适合公司的经营和行业, 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会计处理的方法, 对于不同的会计方法, 对净收益与资产负债价值两者造成的差异, 也不必透露。 如果企业使用另一种可供选择的会计方法替代原来使用的会计方法, 那么它不必特意重新按原来会计方法计算去销售收入和所有费用。 最重要的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不会影响年度现金流, 现金流量表报告的是期间内实际发生的现金流, 它是用收复时限制的原则来编制的, 它与选择哪种会计方法是无关的, 只是一种现金流的分类和规矩。 会计方法选择的一般范围, 第一个,记录完全最终的销售的准确时间, 尤其是客户退回产品, 有重大的售后费用, 以及当销售价格面临后来的谈判时。 第二个,当记录出于奢销的应收账款待账费用时, 这些坏账在将来实际冲销之前, 如何估计这些坏账?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 像一个上市公司, 它的可能在2016年, 它的坏账准备是一个1000万, 那在17年, 它会变成500万, 那这样就会影响当期的利润500万,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对利润表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第三个,在记录产品销售成本和存货成本价值时, 是使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还是其他方法? 存货计价方法。 第二,第四个, 是否使用加速折旧还是直线法? 就是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第五个, 无形资产摊销方法。 第六个, 是立即确认已销售产品的未来保证和保修成本, 还是一直等到后期工作完成时才确认? 这个就是选用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方法。 如果是保守的方法, 它会在等到后期工作完成的时候才会确认。 最后一个, 对决定员工福利退休计划与退休后健康医疗福利计策计划成本的关键变量进行。 估计是离职后福利。 这些就是涉及到会计方法和计算数据上面是有利润操纵空间的, 有篡改数据的嫌疑。 篡改数据是在年度内企业已经开始记录了合法销售收入和费用, 但是经历上下调整数据。 篡改数据和做假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做假账呢是指会计假账, 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篡改数据。 篡改数据在商业界和金融界是可以容忍的, 它就是处在一种比较模棱两可的一个数据估计上, 会计估计上是都可以说得通的, 看你是否采用一贯的一个方法, 那么做假账是违法的。 篡改数据的原因和动力一般是平稳年与年之间的报告利润。 会计制度产生的年度净收益会表现出不规律的波动, 管理者篡改数据的方法有很多种, 一个是企业任意的费用, 这项费用金额多少, 以及何时开支取决于经理自己的判断, 保养、维修费用、员工培训和发展成本, 广告支出就是任意费用。 它是可以去通过管理决策去影响这个任意费用的金额的。 另一种就是涉及年终调整分录, 这个分录用于记录使得某些费用达到完全和充分的年度余额。 它有一个预算的数据, 它可以去调整这个数据达到一个限额。 为了防止这种数据的篡改, 我们要规定不同的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采用一贯性的一个会计方法, 不得随意变更。 只有在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才能改变会计方法。 一般企业不能改变, 随意改变会计方法。 收益质量是一个企业所采用会计方法的诚实证证。 保守的会计方法一般被认为是高质量的, 是可信的, 需要小心谨慎地使用积极的会计方法。 对于过早记录收入的特别用心, 对于确认未记录的损失和费用的会计方法也要注意, 就是虚增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虚增收入减少费用, 调节利润。 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真实的, 会计方法所决定的是利润, 而不是现金流。 前面也说到, 如果报告的利润是以经营活动中稳定的现金流为基础的, 那么股票分析师将高估受益质量。 审计的重要性, 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 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防止错误和舞弊风险。 财务报表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 主要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企业无心误导, 可能是内部控制缺陷和会计记录中的失误造成的, 另外一种原因是企业故意误导, 做假账, 这一种是情节比较严重的, 那第一种呢, 就会通过外部的一个审计和咨询来帮助企业, 去改正内控不足和一些自己没有发现的失误, 防止错误和舞弊风险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是审核企业的会计制度, 查明财务报告是否无误, 是否坚持了恰当的会计与财务报告准则, 这就需要审计来参与进去。 审计报告是审计工作最终的一个成果, 最好的审计意见被称为无保留意见, 就是说企业没有不好的违反会计准则的一些行为, 通过独立的审计部门的审计, 肯定能增加发现会计假账的机会, 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们每次都能把假账揭露出来, 审计是合理保证, 并不是绝对保证。 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应该详细阅读审计师的报告, 第一个是可以知道审计师是否出具公正意见, 第二个可以知道审计师是否在报告中给出其他附加的信息, 以至于达不到公正意见, 有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 审计师要强调一些观点, 例如财务报告中报告的关联交易年度内的重大事件, 或者企业面临的不寻常或不确定的表现。 第二个, 公司最近一年在过去的年份中, 公司已经改变了会计方法, 使得财务报告前后不一致。 最后一个是企业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多大的疑问, 因为要面对债务到期需要支付款项的财务问题, 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无法支付的大笔债务。 这个是带有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 最后, 我们来解答一下最关心的十个财务问题。 财务报告可靠吗? 值得信任吗? 是的, 大部分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 是完全按照已经建立的准则来编制。 如果存在问题, 审计师一般会通过核查财务报告中的偏差和缺陷, 来提醒存在的披露。 也就是说, 虽然财务报告有可能会有不可靠的因素,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 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可信的, 是值得信任的。 第二个问题, 财务报表是否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 可以参考实际上是错误 或者带有严重误导性的财务报告, 但前提是, 它给你带来的风险很小。 第三个, 值得花时间计算财务比率吗? 回答是, 计算财务比率会给你带来有价值的学习经验, 但是不能奢望发现一些市场上并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通过财务比率去分析去发现的, 但是并不能知道全部的信息。 第四个, 如果没有发现被别人忽视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查阅财务报表呢? 这个也是很多, 刚开始去学习财务报表的时候, 会有产生的疑问。 当你将资金投入到股市中时, 有必要知道公司的财务结构, 财务报表就提供了一个了解公司财务结构的渠道。 第五个问题, 大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和付诸阅读起来太费时间, 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其实这个是, 如果没有时间去研究公司报表和付诸, 至少应该可以看到它简明的财务报表。 第六个, 有没有一种快速评估公司财务的试金时? 可以计算一下, 与去年相比, 今年销售收入增长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以这个百分比为基准, 检验净收益的变化是否与企业主要营业资产的变化相一致, 也就是是否符合销售百分比这个状况。 第七个, 财务报表完完全全报告了公司财务的真相吗? 答案是并没有。 一个是关于利润核算的真实性, 它依靠公司会计方法的选择, 以及年复一年使用这种方法的忠诚度。 第二个, 关于公司财务报告信息的披露的真实性和坦白度。 这个就是, 公司自己是否采用一贯的会计方法, 公司管理层是否有意舞弊。 财务报告解释了企业基本的盈利战略吗? 不一定解释。 还要去了解其他的信息。 第九个, 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是否仅仅取决于财务报告的信息?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影响股价的一个源头, 并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可以作为投资者买入持有售出决定的一个依据。 最后一个, 私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告诉我们企业的市场价值了吗? 没有, 答案是没有。 私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告诉我们企业整个公开拍卖时可能的市场价格。 一般而言, 私人公司的市场价值主要取决于备来计划的盈利能力。 经常会看到一个公司, 私人公司被收购, 而收购价格远高于它的账面净资产。 这个就是从侧面说明这个公司有很强的未来盈利能力。 第二节, 来学习财务造假的识别方法。 前面也讲到, 公司管理层可能会有虚假, 报送自己财务报表的这个可能性。 那么怎样去识别财务造假的方法呢? 从三个方面, 常用的财务造假方法, 如何识别财务造假, 和怎样去评价财务报告质量分析。 先来认识一下会计报表常用的造假手段, 只有知道了这些常用的造假手段, 我们才能从不同的方面去把它识别出来, 加以判断和甄别。 第一个, 选用不当的会计政策, 违反标准, 确认收入, 伪造收入, 费用递延, 或一次性冲销, 虚减成本的。 这个可以起到增加利润的目的。 第二个, 关联交易。 一个企业它可能公司的利润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 那么就会利用关联公司之间的一种便利和往来去做一些事情。 关联购销, 资产转让, 置换和出售, 受托经营, 资金往来, 费用分担, 虚假合作投资。 还有一个, 是地方政府援助, 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 利息减免, 资产, 优惠, 去汇区虚构一些这样的报表。 另外一个, 是随意变更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本来, 我们所采用的会计方法是比较严格的。 然后呢, 为了虚增利润, 会采用一种摊销实现延长每期摊销额, 变少等等。 巨额冲销, 七处未分为利润, 虚拟资产挂账, 虚挂一些资产, 你去韩正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家的应收账款。 还有, 掩饰交易事实, 虚假出资或虚增, 虚构注册资本, 重分类错误, 对现金流操纵。 另外在合并报表的时候, 也会有人为调节, 调整合并范围, 资产假评估。 本身这个资产没有这么高的价格, 然后找一个关系比较好的, 小的评估师事务所, 去做一个虚假的评估。 另外一个就是虚构交易或事实, 这些都是看起来就非常不好的一些造假的手段, 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真的是很多很多。 你去跟做过审计的朋友去谈一谈, 了解一下就会知道, 真的是千奇百怪。 除了这些造假, 情节比较严重的, 还有一些是财务报告经常被遗漏的重要信息, 也就是一些敏感性的东西, 企业在报送的时候, 会去有意无意的去漏掉, 不去披露, 形成一种相当于是掩盖吧, 会计政策变更, 估计变更和差错, 债务重组, 非货币性交易, 官邻方交易和关系, 持续经营问题,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日后事项, 可能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有一些不良的事项, 它不会去披露, 还有一些货有事项, 预计负债这种, 还有合并会计报表, 合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遗漏和问题。 接下来学习一下财务报告造假的资计敏感性, 主要从三个方面, 常债能力指标, 经营能力指标, 盈利能力指标, 这个是不是看着很熟悉, 可以结合前面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不同方面的能力指标, 来去综合的考虑。 以A公司为例, 流动性分析会有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存货周转次数,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总资产周转次数。 着重看一下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从10年的1.88, 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0.86, 其他的指标也不是很高。 然后再去看流动资产存货的金额, 可以计算出来流动比率和速冻比率, 在流动性达不到基本要求的情况下,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的下降, 说明销售收入并不理想, 也就是可以看流动比率, 它都是低于1的, 然后呢,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也在逐步下降, 从而可以判断出来, 销售收入并不理想。 前面也有问题说到, 我们去, 有必要去计算比率吗? 其实可以通过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像这个, 它通过报表的一些信息, 两种比率, 一个流动比率和一个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共同去判断, 可以说明销售收入并不理想。 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也可以看一下, 合并报表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也是逐年下降, 由原来的1.4变成了0.75, 还不如A公司, 比A公司单加合并的数量, 就是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下降的还要多, 从数字看, 合并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的下降, 说明合并销售收入也并不理想。 接下来是利润表中水分的识别, 利润表中水分的判断, 可以通过比较净利润与经营活动净现金的差额来判断, 要知道净利润的产生不全是由流量, 现金流量的增加来实现的, 一般而言利润表以权责发生质编制, 而现金流量表以现金收复实现质编制的, 两者会出现一定的差额, 这个是合理的范围, 会有一个5%到10%之间的差额, 通常企业净利润来源于营业利润的部分, 比来源于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的部分更重要, 所以还会有一些报表报送的要求, 会有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这也就是说经营利润是我们财务报表使用者更为看重的一个指标和信息, 如果上述差额超过正常值, 且规律性较差, 往往是受非经营性活动的干扰。 收益质量的判别, 利用现金流量表来判断, 一个是计算净收益营运指数, 经营净收益占全部净收益的比例, 比例越高, 收益质量越好。 否则就说明非经营性业务的比重过大, 公司经营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交叉。 当然希望你的经营经利润更高。 第二个, 计算现金营运指数及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与经营所得现金的比重, 这两个指标来判断。 利用现金流量表中的补充资料进行纵向比较, 重点关注净利润或营业利润, 与经营活动现金流, 净额之间的差额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通过现金流量表负表的纵向比较来实现。 举个例子, A公司2011年收益质量的分析, 这个金额净利润64,782千元, 计题的资产减值准备, 这个是非现金的, 计题的固定资产折旧, 也是非现金的,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待摊费用减少, 预期费用的增加, 这些全部都是非现金的, 那汇总起来可以计算出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 共计57,141千元, 少提这类费用, 可以增加收益, 但不增加现金流入, 会使收益质量下降, 可以看到, 这些是不跟现金相关联的, 产生的, 如果这个费用, 这个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 减少, 则会使收益质量下降, 也就是虽然净利润会增加, 但是整个收益质量是下降的, 嗯, 下面是财务费用, 和投资损失, 这个属于是非经营性净收益, 存货减少,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这些都是现金流润表负表的项目, 嗯, 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一共是90385千元, 收益增加, 而现金流没有增加, 收益质量下降, 也就是说, 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了, 那也就是说, 我所产生的, 本年所产生的利润, 收入, 并没有转化成企业的现金流, 那么收益质量, 虽然仍然有同样是这么多的净利润和收入, 那么, 经营性都转化成了经营性应收, 没有转化成现金流, 说明整体的收益质量是不高的, 通过这个表中, 数据的一些区分和计算, 我们来计算一下, 净现金营运指数和现金营运指数, 净现金营运指数, 是用经营净收益除以净收益, 非经营收益是一个负数, 那也就是说, 实际上经营的净收益大于净收益, 从此可以看出来, A公司的收益主要来源于经营性的, 现金营运指数, 经营性现金金额除以经营所得现金, 从这个数字0.1可以看出, 收益质量是比较差的, 应收账款较多, 另外存货增加和应付账款减少, 存货增加占用资金, 应付账款减少, 说明应付账款已经通过现金的形式支付出去了, 这两个都是减少现金的一个现象, 反映出来使用更多的营运资本, 取得了同样的收益, 整体的业绩是下降的, 再看一个合并收益质量分析, 合并报表的数据, 基于这个现金流量表负表来去, 拽除这个没有支付现金的费用, 这个方法来去做, 仍然得出没有支付现金费用, 共计是这些数据的和, 得出跟单体报表一样的结论。 第二个, 财务费用和投资损失。 投资损失是个负数, 那说明投资有收益, 这是一个真正的非经营性收益, 这个财务费用是个正的, 实际是一种非经营性的支出, 综合来考虑是非经营性的收益, 是个负数。 这个来回, 翻来覆去, 大家要看一下, 别绕进去。 非经营性净收益是个负的, 98,827千元。 存货减少,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都是负数, 说明存货增加, 经营性应收项目也增加, 这都是一个不利的信息, 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478,685千元。 收益增加, 现金流没有增加, 说明收益质量是下降的。 再去算这两个指标, 净现金营运指数3.02, 比单体报表更好, 现金营运指数0.78, 也好于单体报表。 从数字一二可以看出来, Z公司合并后的指标, 明显比A公司要好, 合并状况要比单体要好, 收益主要也来自于经营性, 但现金营运指数仍未超过1, 主要是应收账款较多, 和存货也增多, 减少了现金, 收益质量总体仍然不是太好。 通过这个思路, 可以去看出整个收益质量分析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现金流量表负表中非现金的部分摘出出来, 去看一个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 来判断出来收益质量情况。 大体是这么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客户的时候, 看一个公司的报表, 不同的年份, 来去做一个相同的质量分析。 通过前面对收益质量分析的学习为基础, 来总结一下现金流量表与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科目之间的关系。 与资产负债表的关系, 可以用一个会计横等式来表示, 现金性资产增加净了, 资产的增加主要通过负债增加和权益增加来实现的, 资产等于负债加收入权益嘛。 所以, 负债增加额加上权益增加额, 这个是资产的增加额, 那么再减去非现金资产增加额, 再加上本年的净利润, 就可以得出一个现金性资产增加净了。 可以去脑子中存在的一个财务报表, 或者画出来一个财务报表, 来去体会一下这个横等式。 ABC呢, 分别是现金流量表中不同的会计科目, 不同的科目, 它编制的时候的一个计算公式, 是通过利润表科目和资产负债表科目的一个变动来实现的。 自己可以拿一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然后自己去编制现金流量表, 在编制的过程中, 来去体会这个现金流量表与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关系。 分析性复合识别真假, 通过我们所拿到的一个财务报告, 怎样通过自己的一个分析复合来判别和得出一些信息。 分析性复合是对被查单位重要的财务比率或趋势进行分析, 包括调查异常波动以及这些重要比率或趋势与预测数据的差异, 通过绝对数和比率与相关非财务信息进行比较, 以发现会计报表重大差异的一种查证方法, 分析性复合它的定义。 常用的分析性复合方法有四种, 比率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 趋势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 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追加, 寻证, 实地查看等手段, 一些特别的, 金额比较大的一些信息, 可以通过去现场查看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审计所采用的一个方法。 看一下理想型的资产负债表, 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6比4, 负债和所有的权益4比6, 速动资产占整个流动资产的一半, 流动负债占比30%3比1和长期负债是3比1的比率。 所有者权益通过实收资本, 这是固定的, 由于攻击以前年度累计的微分费利润, 是以前年度累计加上本年产生留存的一个微分费利润的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成本毛利率应该是在25%, 这是比较理想的, 期间费用占比13%, 整个营业利润占收入的比是12%, 营业外收支金额比较小, 1%税前利润所得税, 所得税税率会加上一些纳税调增, 纳税调减, 最后得出税后利润, 净利润占收入的比是7%, 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有了分析性复合的一个方法, 来介绍执行分析性复合的一个步骤。 首先有一个期望值, 标准, 然后算出来一个实际值是比较对象, 两者去进行对比。 如果是一般差异, 那就忽略掉重大差异, 看看这个重大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否合理来判断。 如果不合理, 那就怀疑它会有一些财务造假问题。 然后会有一个纵向分析的判断, 一般判断说一下异常波动指标与财务风险。 异常波动的指标呢, 主要有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率, 急剧下降, 可能是急剧增长, 可能是收入提前确认, 也就是说今年的收入忽然增加, 所以导致应收款增加, 坏账占应收款的比率下降, 准备不足或扩大收入, 就是故意减少了资产减值损失, 来操纵利润。 存货, 具体跌价准备占库存比例下降, 也可能是一种减少资产损失的一个操纵方法等等, 这些可以去看具体什么样的波动指标, 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然后课后呢, 大家可以去看这些文字, 去看看能不能自己得出来一个财务风险的判断, 然后也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来去判断。 最后呢, 说一下财务危机的识别, 也就是存在的重大差异, 存在着财务危机, 怎样去识别, 从哪些方面, 营业收益, 看一个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差额, 毛利, 毛利率, 经营收益, 营业收益, 加上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减去负债的利息, 经常收益, 当期收益, 经常收益, 加上特别收入, 减去特别支出, 减去所得的费用, 其实就是, 你看一下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利润表, 从上到下的一个逻辑关系, 营业收益, 先计算出来, 经常收益, 是经常的, 当期收益, 是经常收益, 包含上, 非, 非经常性, 非经常性损益, 从这些不同的科目, 各个收益的角度, 去判别财务危机, 能够去识别出来, 各个利润表, 各个环节的一个财务危机, 财务比较之后存在的差异, 这节课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比较零碎, 希望大家在课后能够多去消化一下, 主要去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从哪些方面来去把握, 还有一个财务造假识别, 财务造假识别主要有收益质量去分析, 然后财务报表, 不同的财务报表, 现金流浪表,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以及财务就是分析性复合之后, 所看到的一个异常波动和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主要从哪些利润表科目, 去识别出来等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听, 之后呢, 如果有什么疑问, 咱们可以在课后答疑的时候进行讨论, 希望大家不只是在课上去听, 课后呢, 自己去拿一个报表, 根据讲解的各个步骤, 去判别, 识别, 计算, 思考, 这个是更为重要的, 好, 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